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愿意尽我所能去帮助他们 况且您的未婚妻如此的美丽 我乐意知己 路易斯先生 这些都是我最近设计的服装款式 唐诗柔趁热打铁 连忙将手中拿着的文件带给打开 然后双手递到了路易斯的面前 唐诗柔一共给了他二十多个底稿 在路易斯看的时候 唐诗柔还在一边解释 唐小姐在服装设计上面的早已很高 这些设计品随便一张 都可以在时长上面成为保款 我很羡慕沈先生能够拥有如此美丽而又聪颖的未婚妻 哪里里 世容没有学过服装设计 这些作品啊 也只是利用空闲时间随便画的 在您面前真是班门弄斧了 唐小姐还没有学过服装设计吗 她设计出来的这些服装 唐小姐可真是服装界的天才 男人眼中的兴奋已经降为零点 甚至厌恶其眼前的两个人来 那二十多张设计图里面 有几张路易斯非常欣赏 无论是其设计风格还是拼接元素 其设计者对服装的领悟非常的高 一看就是专门学过服装设计的 然而唐诗柔却没有学过 路易斯也不傻 很快就清除了其中的猫腻 刚好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消失的金发碧眼的美女又出现了 Mr. Lewis Aaron来了 他就在酒店楼下 我刚刚看到他了 Aaron 他不是放我鸽子了吗 怎么来了 天哪 我竟然以为他不来了 该死 早知道他过来 我应该穿上我最昂贵的西装 好久不见 路易斯 所有人都将目光落在了声援地 甚至每个人的眼中都出现了不敢置信的表情 怎么会 他以为夏浅熙绝对会被陈科给毁了 毕竟陈科报复心那么强 他非常地偏扯 可是为什么 转眼间夏浅熙竟然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而且身上还穿着价值昂贵的Luck Queen呢 这个贱人 难道是被救了吗 浅熙 夏浅熙并不打算跟沈以辰说话 Aaron 好久不见 哲位是 他是我的一位朋友 薄叶白并没有将夏浅熙的真实身份告诉给路易斯 而唐诗柔跟沈以辰吻言 两人不知道为什么都同时松了一口气 当然 夏浅熙可没有因为薄叶白口中的朋友而感到失落 反而还非常感激地看了薄叶白一眼 现在还不是时候让沈以辰跟唐诗柔知道他闪婚的事情 罗伊斯先生 您好 我叫夏浅熙 您是我的偶像 我很崇拜你 夏小姐的英语发音实在是太好听了 就连我这个外国人都自亏不入 您是在国外打了哼唱的事件吗 不 我除了出差跟旅游之外 并没有在国外待过 但是我闲暇的时候 我会看一新国外的电视剧跟书籍 薄叶白跟沈以辰两个人英语不错 可以毫无压力地听懂夏浅熙跟路易斯的交流 但是站在沈以辰身边的唐诗柔就显得像是一个愣头傻子一般 什么都听不懂 我记得上一次我带你出国 你的英语还没这么流利 沈以辰好不容易找了个机会 便开始跟夏浅熙如此说着 当然 可能是为了照顾身边的唐诗柔 沈以辰并没有用英语说 沈以辰不提还好 他这一说 夏浅熙原本还冷漠的脸上 腾起了浓浓的愤怒 那一次出国 唐诗柔也在场 因为唐诗柔惹怒了投资商 夏浅熙只好去帮唐诗柔道歉 没想到 那投资商竟然卑鄙到 在夏浅熙的酒水里面下药 夏浅熙慌乱之中 用花瓶砸破了投资商的脑袋 才从虎口逃生 而投资商为了掩饰自己的拙劣行为 第二天就跟别的公司签约 还用夏浅熙的英语太差 有口音的借口来羞辱他 浅熙 你现在英语说得好好啊 我还记得 曾经我们英语考试的时候 你带小超呢 你结果真是太大了 你们人是吗 浅熙曾经是我们审视集团的设计部部长 我们认识好几年了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的话 就不用太拒禁了 接下来的气氛 要显得轻松许多 路易斯沈以琛还有博业白反个男人 聊着一些生意上面的事情 我还真没想到 你本事挺大的嘛 刚被以琛甩了 就立马找到别的备胎 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 你果然 是隐藏得最深的那一个 赶快趁着今晚这个机会 把你买的那些笛稿给路易斯看看 我怕到时候 你说得太难看 你 你胡说八道歉什么 那些笛稿是我画的 难道你忘记了 我也曾经在设计之心上面得过冠军 夏浅熙 你可别看不起人 是吗 忽然间 夏浅熙拽住了唐诗柔的手 你还有脸 提设计之心冠军这件事情 曾经是谁哭着求我 让我给他随便画一幅画的 又是谁偷偷把我画的画 拿去参加比赛 并且得到了冠军 唐诗柔 有些东西 你变好了才能拥有 而不是你拥有的就能变好 得到的就算再多 一个糟糕的本身 还是会失去 你今晚拿着的这些作品 其中有一张是属于你的 我夏浅熙立马给你下跪 从今以后你说什么都挺你的 要不我们打个赌怎么样 我 我不想跟你打赌 即便是你说的都是事实 可是又有谁可以证明 设计之心的作品是你的 我才是设计之心冠军的得主 还有今天的这些作品 没有一张是我的那又怎样 那些设计者 心甘情愿把作品卖给我 夏浅熙 你实在是太天真了 用实力又能怎样 还不是只能在金钱面前弯腰 再说了 想要捧我的是沈以辰 你这个手下败将 你输给了我 想要算计你 让沈以辰恨你 实在是一件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事情了 然后身子往后面挡去 唐诗柔的身后是游泳池 他这般的目的 夏浅熙已经猜到了 只听扑桃一声 偌大的水花从泳池里面出现 正在攀谈的三个男人 纷纷将目光给落在了泳池里面 沈以辰迅速将西装外套给脱了 然后纵身跳入泳池 世柔 你没事吧 世柔 千禧 你 你为什么把我推入水中 为什么看我不顺眼 我真的不想要失去你这个朋友 你为什么要总是这样对我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是你这样子 我真的很难过 唐诗柔 千篇一律的话我都会背了 今天才教训过得换个套路 你除了整天一副楚楚可怜 像个寄生宠一般渴望沈以辰的恋爱之外 你还会什么 我 我没有 以辰 我真的没有陷害秦夕 所以你的意思是 是柔为了陷害你 自己跳进了泳池 我没有跟你解释的必要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霞小姐 刚刚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是您将唐小姐给推到了游泳池里面 虽然我不清楚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但是您的行为 让我对您的影响 打打这口 你真是年纪越大 眼神越不好 依我看 你这个路易斯家族的掌舵者 也该让给别人了 就好 就好 我